不管你手里面的牛排是什么 如果你不会煎的话 用我这个方法一样都可以做的好吃 拿到一块牛排 我们把它自然的一个解冻 从冷冻室里移到冷藏室里面 把它正反两面的血水吸掉 切成尽可能的半块麻将排大小的块 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切得特别特别小 因为牛肉在日常烹饪的时候 它是会缩水的 切好的牛肉块 放一点点黑胡椒 一点点盐 放完了它之后 把这个黑胡椒和盐 把它揉匀一点点 盐粒已经看不见了 都融化了时候 我们往里面浇一点点的橄榄油 这个橄榄油的油多少 你要看你的牛排的脂肪的含量 如果你的牛排的脂肪含量 有点多的话 有可能连橄榄油都不需要用了 或者是只是用一点点 把这个味道封在里面就好了 其实在这个搅拌的过程当中 我们烤箱就可以进行预热了 烤箱预热的话 是200度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预热的时间 或者腌制的时间 准备一点点蔬菜 像生菜 生菜的话直接洗干净了 然后把它沥干就好了 一定不要带水 像西兰花可以超烫一下 然后有西葫芦 也可以超烫一下 生吃也可以 如果我们预热好的话 把牛肉粒放进去 大概4到5分钟的时间 拿出来之后一定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看你空气炸锅的大小 以及它的功率 每家的空气炸锅可能多多少少 它的热度是会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加热到4分钟的时候 拉出来看一下 还是特别白的颜色 就再推回去 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多余的一些油 也都已经沥出去了 所以我们在用空气炸锅 来做牛肉粒的时候 尽可能的不要用空气炸锅 那个纸去垫着它了 要不然油都汪在上面 下不去的 最后为了好看 你可以在上面撒一点点芝麻 这道菜出品之后 看起来会更好看一点 感谢大家